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 然后他又不爱热闹 他也不是那种天天在外面混的人 特别安静的一个美男子宅在家里 最大的爱好就是叫我去他家陪他看古兼鸡票 或许周冬宇早已看清李一峰真面目了吧 2018年两人在微博电影之夜颁奖礼上同框时 正当李一峰准备要帮周冬宇整理裙拜时 却被周冬宇一把甩开 其实周冬宇对李一峰的嫌弃 除了在李奖时甩裙子之外 在走红塔环节沿为一个漂亮的转身 都过得李一峰想要帮他的心 其实当时两人才刚刚合作完电影《动物世界》 而且之前也一起拍过蝶战剧麻雀 按道理来说两人明明就是合作默契的小伙伴 但周冬宇却一点也不给李一峰留面子 现如今看来当时这是李一峰要塌房的一个预告吧 其实此前李一峰和一些院员的合作 现在看起来也是图摸不轨 当时李一峰和李清一起拍电视剧《千金归来》 其中有一个片段是李一峰在抱着李清转圈 除此外还在不停抖动 整体画面看起来极致不雅观 至于李清则是背下一大跳 表情瞬间不对劲 当这段视频再次被网友们扒出来以后 都纷纷表示非常同情当时的李清 但说起来受到这样伤害的不只是李清一人 2014年拍摄电影《碰人心动》时 和《滴滴热巴》有一段简单的拥抱戏 但就是足足可以拍五遍 而且这一段戏份量台词也只有21个字 每当说到再拍一条时 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变得嫌隙起来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和《滴滴热巴》的绅士手比起来 李一峰的手或许就没那么老实了 每拍一次都会把《滴滴热巴》紧紧抱在自己怀里 而且还会用手一直抚摸热巴的头发 其实说起来 其实杨敏和无心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人 2014年由李一峰主演的《古剑奇谈》 瞬间成为现象剧古装新杀剧 作为当时芒果台的主推剧赞 会去快本进行宣传 可是在整个录制过程中 李一峰似乎忘记了自己原本最重要的宣传任务 而是开始聊起来旁边的无心 甚至之后的嘉宾配对环节 李一峰会顺着红绳当着大家面 把无心抓到自己跟前 还当中和大家表示无心是他的 甚至连两人的CP名都已经起好了 在之后的游戏环节中 李一峰也会把无心搂在自己怀里 大家看着镇主都开始带头主动组CP 观众和网友们站也就磕了起来 不出意外 此后只要李一峰登上快本舞台 他和无心CP就一定会上热搜 正当大家以为两人会真的在一起时 李一峰工作室却又突然辟谣 表示没空和他谈恋爱 在这条声明发出去以后 可以说李一峰一个人攻城双腿 只留下无心一个人被黑粉各种骂 虽然有心机还有炒作这样的言论 铺天盖地的向他跑来 后来维加实在看不下去 也曾在自己社交平台发文暗讽李一峰 做人实在是差劲 要说被李一峰害最惨的还是杨敏 当时两人在拍摄古镇期谈时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杨敏为李一峰 流产过孩子的消息 并且在网上疯传 其中还有网友提供了运检照片 要知道那个时候李一峰和刘凯薇 才刚刚结婚 这条消息出现之后 瞬间让杨敏又多了一条黑料 回家看李一峰这边 只是把诈的人告上法庭 就可以再次推出这场议论风波 但也许正是团队总给李一峰立人设的关系 才会让李多海一直拒绝他吧 但一不读不说 李多海是真的有先见之兵 2012年一个内宇小偷迷喜欢韩国签发小姐消息 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在一番讨论过后 发现是曾经合作过的爱的秘方的男女主角 也就是李一峰和李多海 那时候的李一峰为了能够追到自己心中女神 经常会往韩国跑 但是对于这样申请李一峰 李多海也从来都没给过回应 毕竟当时两人的身份定位差太多了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李多海才从来没有当着大众 回应过和李一峰的这段绯闻 甚至还会想到消息表示 李一峰曾因为买不起500万的一栋房子 所以才会被李多海拒绝 然后再反观李一峰这边 不仅用来回的航班信息证明了自己的生情 更是因为在节目里大胆承认这段恋情 最后落得一个苦情人设 后来2015年在李多海生日时 还有媒体拍到李多海飞去韩国 就当大家以为两人会在一起时 李多海经纪公司直接哄饮 两人从来没有在一起 这样直接打脸李一峰之前营造的人设 全部都是假的 不得不说李一峰的公关团队是真的强大 要不然也不会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2007年参加选秀的节目 《加油好男儿》时 用演唱了一首叶子 让胡亥权以为眼前这个帅气小伙是自己粉丝 便开始带着他在娱乐圈闯荡 甚至当时为了他组了一个清晨四少的组合 除此之外还会花钟金给他做音乐 但这些并没有换了李一峰的感恩 而是会在采访里调侃 胡亥权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此后的人便开始分道扬镳 李一峰也开始转正影视权 2014年让他成为初代顶流之后 他的资源和人脉也随着一起上涨 就连何种电影处女作 赤子环开也表示男主角非他莫属 在给电影进行宣传时 何种更是直言 李一峰平时就是宅男一个 完全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现如今看来也真的是打脸 可以说李一峰在资本和团队的帮助下 只是让观众和粉丝们看到了想要大家看到的 至于最真实的他自己 可能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吧 大家对此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来留言呀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